白酒新熟 山中归 黄姬着属 秋正肥 请问 其中的白酒 指的是当时的什么酒呢 A 着酒 B 清酒 白人团请答题 选A按蓝剑 选B按黄剑 多少人答对了 只有27人答对了 还是很有迷惑性的 因为一想到李白诗仙九仙 那必须是金尊清酒斗十千 没想到他也喝濁酒 就是他这个贫困的时候 只好喝白酒 这个白酒和我们今天的白酒不一样 答案就是濁酒 为什么呢 它就是新样出来的酒 古代的清酒 就是酿制时间 工序比较复杂 酿制时间长 所以它的价格就非常高 佐酒配黄姬 李白的这个蓝脸儿童入京 头一脸产生了一个典故 就叫白酒黄姬 佐酒和清酒 还有另外一个绰号 三国的时候 因为曹操曾经下令敬酒 但是人们酒还是要偷偷地喝 就把佐酒亚称为贤人 而清酒就亚称为圣人 是不是高下也有差点呢 对 地 智费